好幸運我喜歡這個節目 我沒想到原來他們都是一對壞人 去整我 因為I told the truth 我說真相 導演的左右手說 你要馬上離開 嗯 你再不走的話我們叫保安來 從來沒有聽過有一個人這樣跟我說話 他來抓我呀 把我要拉下來 10月14號 好幸運的最後一天錄影 我們之前11號已經彩排了 我也跟哲鵬說了 我的腿不帥好 受傷 你一定要站在我的旁邊 因為我不要拐掌 我也不要輪影 已經說好了 我們也把這個X光也給了導演 他們都說答應沒問題 真正的錄影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們把哲鵬Q走了 我沒有辦法撐 我穿著七寸高的鞋子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嗎 28年做一個歌手 站在台上被侮辱 這個叫侮辱 被欺負 我是在好聲音最後那一天 10月14號 忍痛 而且我的左腿 什麼感受我告訴你 像是那種 hypothermia 就是在 Below 40的那種 冰雪 冷的 是覺得是麻的 不是覺得 就是麻的 好 我再告訴你 我們就跟他們說好了 因為我不要人家看到我拿拐掌 也不可能做輪影 我一定要堅強 所以我死都要站在那個舞台 是我去了好聲音 是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的醫生求我不要去 因為我這個乳癌是個 就讓我去做 好 這個不公平 算了 我也把它吞下來 為什麼 因為 最後 我說了一句話 如果我賽制我不去 因為賽制不公平 其中一個要走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留言 讓我有點失望 是的 我一命都不要 我去為了什麼呢 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自己什麼都沒得到 我到現在那個contract 多少錢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在乎 我去了就是為了這個節目好 我在想了這些孩子 無辜 突然間沒有一個媽媽 我去 我去幫 多少錢我不管 I don't care 我不是為了錢 我是為了這個節目 為了這些孩子 好 我說不公道 我說這個賽制必須要改 因為這個是說不過去 他們三個導師 他們有六個 三個三個三個 我是兩個 我的必須要走 馬上要走一個 就算他別人再高分 這六個人 可以有機會再爭取這個第五個位置 我說這個不公平 這個說不過去 好 我給他一個建議 好 最低分的 因為是觀眾投票 最低分的自動淘汰 這個是最講道理的 我是一個講道理的人 他說 不可以賽制就是這樣 這樣子 對不起 瑤瑤說的 瑤瑤跟我說 這個節目組就是這樣做的 十一年沒有一個導師可以改變 可是我說這個是 這個規矩 這個規矩 賽制是他們自己編出來的 十天錄影之前都說沒有 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還不知道賽制 過幾天之後賽制出來了 我說這個有問題 這個不行了 這個不對 我不說全國都會看見 因為菲哥跟哲鵬的確有人氣 他們非常旺 大家都喜歡 所以怎麼可能他們走 另外那六個比他們低分的 有機會可以繼續爭取這個第五個 這個不叫不公平嗎 那我說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出來嗎 因為那一天他們要動手 他們跟我說不客氣 他們說 你低時要離開這個舞臺 你知道嗎 這個你們肯定不知道 我現在是奇異的 我告訴你 我的手術是 10月17號去開刀 把這個乳癌拿掉 可是 我真的沒有停過傷心 沒有 為什麼 我去好聲音 為了他們 可是他們對我這麼壞 最後一集 我看了 我在香港 Channel 555 我看了 真的好像我沒去過一樣 我所有的努力 花的心思 一切都看不見 好像我沒去 好像我隨便 根本不用心 可是你知道我花多少的心思嗎 我也因為這樣子 我的身體把它拿垮了 我希望你們好好聽主 也永遠記得這一刻 我犧牲自己 為了我的工作 為了 不是為了我的工作 是為了好聲音 為了這群學員 這些孩子喜歡音樂的 對音樂有希望的孩子們 不要命我也要去幫忙 你懂嗎 對不起我跟一般的歌手不一樣 我跟他們完全不一樣 我命都不要 我就是為了大家好 好這個導演的左右手 應該說他兩個最close的助理 開始說 你要馬上離開 你再不走的話 我們叫保安來 這樣子跟一個28年 從來沒有聽過 有一個人這樣跟我說話 我在站起來 在說 沒有 這個女人要動手了 要抓 因為我感受到 她抓我的衣服 因為我是擋住臉 我是眼睛是鼻子的 我一直哭 她來抓我 把我要拉下來 OK 那去擋 你別碰她 好 好 我馬上 睜開眼睛看到那個畫面 如果有人在拍 會看出來好像 好像是 我們動手 我們沒有 那只是在保護 因為那個女的在動手 這個你們不知道吧 也相信沒有人告訴你們 這個就是真相 第二次去錄影的時候 這個是真相 我才會發這麼大的脾氣 好 那一天開始播出之後 問題出了 為什麼肥哥這樣子 不公道 全國支持我 98%都支持我 好 我也不太說話 隔天他們必須要 鼻子要再一次要改 是因為全國 全中國都在說這個事情 OK 可是呢 他們給我一個 threaten me 威脅我 好 你要肥哥有機會 可以爭取 這個第五個位置 要在這個回來這個舞台唱歌 你必須要寫這個微博 必須 否則他就沒有機會 在這樣子這個舞台上 回來再唱一次 這樣威脅我 因為我一直想著 他們改是應該的 全國人民都在說這個不公道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知道什麼是對和錯 我們聰明的喊 我們都理智的 我們的耳朵不是盲目的 這樣威脅我 我當然是護著我的學員 為了他 我委屈 我覺得他們改是應該的 我為什麼要寫這個微博 他們的錯 為什麼我要去補救 沒有 但你們說服我 我必須要寫 OK 好 我去寫這個微博 所以肥哥有機會 在這個舞台上 再一次發揮 讓大家看到他多麼的厲害 多麼的值得留在這個舞台 我委屈了 我把這個吞下去了 我很委屈的是把它Post了 10月14號 好幸運的最後一天錄影 我們之前11號已經彩排了 我也跟哲鴻說了 我的腿不太好受傷 你一定要站在我的旁邊 你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站在我旁邊 因為我自己撐不了這麼久 因為我不要拐掌 我也不要輪影 已經說好了 我們也把這個X光也 給了導演主義 給了導演 他們都說答應沒問題 真正的錄影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們把哲鴻Q走了 走到另外一邊 不站在我的旁邊 我站不穩 我沒有辦法撐 我穿著七寸高的鞋子 為了漂亮 為了這個節目好看 自己花錢去買衣服 最漂亮的衣服 好嗎 runway show 為了都是這個節目 他把哲鴻Q走了 我站不住 我一段 好我其實站那一段 我都站不穩 好最後把哲鴻Q走了 我站不住 我站得不行 你們那一天 只是恢復了電視台 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嗎 28年做一個歌手 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這個叫侮辱被欺負 有人在乎這個感受嗎 怎麼可以讓我這樣子吃虧 我的媽呀 這個叫什麼東西來的 好像上天逼我 因為我最會能熬 我最好是最拼的 我拼 命都不要我拼 為了別人不是為自己 好 現在上天逼我 我不能了 我現在連跳舞都不可以 跳舞是讓我最快樂的 我不可以 好 你們現在知道我的故事了嗎